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讲解 先请各位同学测试一下 看图像是不是清楚 声音是否流畅 可以听得到吗 我们各位同学可以听得到声音吗 我们看到镇江可以 内蒙古也可以 沈阳也可以 西尼也可以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 那今天是2017年10月3日 口水亭为大家带来的第877期的讲解 我的大学外汇交易的由入门到精通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会和大家继续去探讨 在交易当中的这些 能够看到的 如何去在交易当中 形成这些交易的方法 交易的手段等等的这些内容 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上 特别多的去学习了 金融交易当中 一些常见的判言的方法 那这些判言的方法呢 包括Fibonacci包括这个日本蜡烛图技术等等的这些 这些方法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看到这些方法和手段的时候 那投资人最主要的是了解这些方法和手段在我们实际交易当中的这些应用 这样的话这些才是交易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 很多同学也是在国庆假期当中和我们一起去来学习交易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一起学习 我想在这些过程当中应该会有所得的 那最近几天呢 我们看到有两件大事发生 那这两件大事呢 分别是我们看到 一个是中国的集管权当中开始设置的这个日程 那另一个呢 我们注意到在最近的时候呢 我们发觉朝鲜的局势在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另外我们还会看到在这些时间点上 美国里发生了一些枪击事件 使得在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些 一些怎么说呢 就是交易当中一些一些意外的事件 那这些意外的事件使得我们看到行情的产生一些突变 那今天我们也会在这里和大家去来探讨 这些交易当中形成的这些变化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 今天为大家带来讲解的是CodeTrain进入教育学院 那我是郭凯 凯文郭 为大家来提供今天的今天的讲解的内容 好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部内容 好 我们来几续来看一下 行情当中所包含的一些走势的状况 那在周五的时候我们认为行情整体上呢 呈现出一种上涨的 就是黄金呈现出一种下跌的走势 包括我们在1300的高位去入场去做空黄金 那今天黄金也走的还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走势 走的也是比较理想 黄金的目前节节下退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黄金所处的价位和我们在时候的实际的走势 那黄金目前突破了我们之前的一个低点 1268的这个位置 我们在之前说黄金在运行的时候 它有一个黄金可能会一个低点 这个低点的是1268 那么上方的有1296的这些位置 包括我们在入场的时候 行情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 出现了一些交织点 在12901289的位置 形成反转之后破位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行情就一路朝下 就开始向下一下 今天鼠标有些抖动 鼠标在这里有些抖动 这是我们看到的 行情的走势 如果加上我们在交易当中的这些图形的话 在30分钟头上我们来看看黄金的走势 黄金整体上仍然在一个单边的下降的走势当中 那这些下降的走势呢 我们注意到它围绕着这个长均线 围绕着周均线呢 还有日均线呢 在朝下走 进入到本周之后 输轴线的位置 输轴线的位置逐渐开始落在了我们这个图形的下半部分 那现在输轴线的位置是在1268的这个位置上 1268就是我们上次交易当中的入场点了 那这个入场点在图形当中 当我们去开始看到这个行情开始往下走的时候 当时开始这个行情往下走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反弹的高点 也是前期之主互换的位置 当然这周的周输轴线所在的位置就在这个里边 输轴线所在的位置就在这个图形的位置上 那所以这周我觉得黄金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下跌走势 这个走势在走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每一次反弹的高点应该都会是黄金入场去做空的一个好点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觉得图形当中黄金已经走出了相对单纯的走势 那在这些单纯的黄金的走势当中 在黄金单纯的走势当中 我个人认为我们去看到每一个反弹的高点 可能都是一些入场的好点 如果就我们目前所学到的这些斐布纳奇这些的交易的方法 或者依据我们的图形来看的话 如果依据我们的图形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些位置应该是在1280左右的位置 就是在前期行情上涨的这些高点上 都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行情入场的这个好点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图形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图形 也是仍然在一个空头的走势当中 具体我们看一下图形当中 9月29号入的是1268的这个位置上 开始往下空黄金 我觉得日内交易现在1268的这个位置 已经走了一段距离 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朝下边已经走了一段距离 现在在这个停滞当中 局部运行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投资也可以继续再保留一下吧 就是中线建立好单的这些黄金的单 应该再继续去保留一段黄金 这个他继续再保留一段黄金的交易的这个格局了 暂时可以还先不出场 当然如果日内交易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图形的在30分钟图上确实是形成了一些停顿点 但是好像这些位置上的这些 可能是在这停顿一下 可能再去下降吧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张单 我还是会去高位去保留这个保留这个交易 就是暂时不去平常 我觉得美元整体上还是比较强的 这是一个最近交易的主要的主要的基调吧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 那在交易内参当中 在交易内参当中黄金浮动盈利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去交易 在这里继续会交易澳币对纽币也是一个单 那么澳币我觉得行情也是并不特别乐观的 相对来说偏空的 那么美元对日币也是今天一个值得交易的一个货币 美元对日币也是我们在中间值得交易的一个货币 我们来看一下美日吧 其实美日在交易的时候与黄金是有非常多的相关度的 就是到黄金走出某种走势的时候 每日也会走出它相应的运行的图形和状况 美元对日币 那今天美元对日币早盘的时候冲高到了这个113的位置 给大家看一张图 我在交易当中 我们上周的时候我们认为美元对日币回调到111左右的位置上的时候 都是买入的好点 就是上周走AB等于CD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手中还有这张图 就是手中有AB等于CD的这张图 如果有的话你们会看到在交易当中 这个AB等于CD目前也是 我上周说的AB等于CD就是这两部分 AB等于CD等于EF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还有那张图 就是上周我们在讲的时候说到的 AB等于CD的这张图 那行情走完了上涨阳线AB等于CD段之后 那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单边的上涨行情 美元对日币我觉得这个图形还是比较理想的一个交易的图形 美元对日币 所以我个人感觉它还是可以去 可以继续去保留的吧 就是美元对日币可以继续去保留一下的这个单 思路仍然是逢低买入的思路 那具体的入场点我个人感觉我们就 就像今天早盘其实美元对日币就是非常好的 那这套交易系统上我们终极班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特别可以说是 咋说呢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交易系统 飞龙在天的交易系统 那每次回到田当中的时候都是一些交易的理想的点位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今天早盘的时候行情就回到它的内部 然后再次提升 那周五的时候也是在它内部形成了一个提升的行情 所以这是我们在交易当中看到的这个图形 好这是美元对日币 那有同学问到移动止损是问了哪个货币的移动止损呢 是黄金的移动止损吗 是使得黄金的移动止损吗 我们同学可以都在群当中提问啊 都在我们的交易群当中提问 这样可以看的可以更多 那我个人觉得黄金当然移动止损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在四小时度上去来看黄金的话 黄金的原始止损放到了就是前期波段高点之上 那如果做跟随止损的话 你单纯的去做跟随止损的话 我觉得至少损一两平点应该是越过的 行情越过损一两平点 支组互换的位置是在1277 我们入场的位置是在1287左右的位置 所以至少我觉得应该移动到在周成本线左右的位置 至少运行在1280左右的位置上去设置它的跟随止损 或者我们看到在上一个波段中的有这样一根关键的K线 那这是这根K线是上一个波段当中的关键K线 那我们这一期如果也以支组互换以此做关键K线 去做跟随止损的话会放在1282的位置 如果跟得更紧的话守一个低点 如果跟得更紧守一个低点的话 它的位置的是1277的位置 我把它换成一个偏简洁的形态 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图形当中去守一个低点 守一个碎形的低点 那么它的位置的将会是1277的这个低点 如果守两个低点 你可以守到这个位置上 也可以守在前一根支组互换位置的这个碎小线形之上 当然我觉得你守在这也都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1277的位置上可以确保 我们在交易当中保留下大约 保留下大约10美金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收益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我在这里把上一周的图给大家找出来 这是在我们在上一周9月26号的时候 和大家去谈及美元对日币的这个交易的主体趋势的 我们在上一周交易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交易的 美元对日币就是美元的多单和黄金的空单 就是我们认为美元是偏强的 那在这个图形当中 对我们看到杨志慧同学非常好 他把这个图帮我找到 找到了 上涨 回调 那走AB等于CD 或者可能会走出一个EF 那我们在上周说这个地方5618%的位置是一个交易的好位置 现在这个图形已经走出来了 现在这个图形已经走出来了 那目前的位置已经走到了破位到大阳线的高点之上 所以最近的这个行情 我觉得是非常单边的一个行情 所以大家就按照这个行情去做交易就 就按照这个图形去做交易就可以 美元是比较强的 这是市场当中的主基调 好 我们看到有问到说 傍日在150.7的 150.7的位置上有傍日的单 然后149.55的位置上做了加码的空单 两个地方的止损 不知道这个是否 那我们在交易的时候来看一下 图形我们上次说 如果行情下破到149.7 R的位置上下破的这个位置 可以做破位的空单 那现在行情从150.7的位置上 4小时图急促下跌 又反转向上 我个人觉得这个傍日的图形没有走完 傍日的空头走势并没有走完 仍然是一个相对偏空的图形 包括目前我们看到上涨过后 形成一个类似4小时图上 双K反转已确认的一个结构 以确认的结构 我请杨周慧同学 把我们刚才的每日的图了 可以发在我们的拿破仑群里边去 交化 同时也标注出现在每日的价格 这是我们上周交易的主体思路 那进入到本周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保存一下 这个AB等于CD的标准形态 这也是个成功案例 那目前我们看到在图形当中 傍日的这个图形我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我们在高位上在150.70左右的 这些位置上的空单 我觉得继续保留 水平位置上可能有些投资人 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加码区 加码的位置有些低 我们有特别做的加码的位置 加码在了149.55的位置 加码的有些低 因为前期的破位点是149.74 所以我们当时说的这个入场点 是149.70左右的位置 加的低了 稍微有些低了 当然有些同学是下跌回调回来的 跌破之后回调回来 但是还是我觉得这个位置 位置感了有些差 然后 我们在课堂上的标准 标准单应该是在149.70的位置上 149.70的位置 我个人觉得 左侧的加码单可以 就是已经加码 就破位加码 就是直接入了 破位加码 这个单了保留 那右侧的加码单 我觉得目前 目前这个图形 也是蛮有意思的 大级一线下跌 回调到50%到618之前 形成双K反转 几乎 几乎这个图形 可能感觉甚至可以再 补一些单 就是没补第一单的 人可以补充 补充他的补一个单 我们在这里 写一下这个 要求 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求做傍日的话 应该是有抵单 在这个时候 你要有抵单 这个抵单是在 125.70的这个位置 第二个 如果没有的话 就现在还没有单的 可入场 今天在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是有交易机会的 是有交易机会的 而且这是新的一波 行情的开始 那目前我们看到 这些双K反转的格局 其实跟前期的这些 双K反转 就是顶部的这些反转形态 拉回到高点的这些 反转形态 是有着一些相似之处的 当然有些投资人说 我上涨回调再上涨 在这个地方 还记得我们这一期的 终极班的这个图形的时候 终极班去说的时候 我们说有 有这种下跌的时候 有一个N型结构 但是你别把这个N型结构 成为一个上涨的图形 不要做到多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可能再往高走一些 甚至不排除这个行情 再去试探一下 150的这些位置上 当然你的底单 上边的底单应该不会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没有底单的时候 今天也可以去入场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一个我觉得在这里边注意的是 傍日波幅 首先要波幅是很大的 傍日的波动幅度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一些意外事件 因为加达了日币的行情的时候 你难免会想到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 我们看到最近 就是今天行情的走势 包括一些突发事件 还并没有产生对行情上的影响 这也是我们在之前去谈及到的一点 就是统计当中 我们在统计当中 凡事与恐怖袭击相关的 就相当于说恐怖袭击相关的这些事件 其实对行情的影响并不大 我去谈及这一点 可能有些投资人可能不一定认可它 可是经过了我们非常多的 这些金融事件的观测的时候 我们发觉恐怖事件 不是一个这种国与国 这个层面上的这种波动 它和乌克兰上空坠落飞机 产生这种欧洲与美国的这种对立 这种状况的产生的这种风险 这些事件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之前看到过欧洲在去走 就是欧洲在恐怖袭击的时候 包括伦敦桥爆炸 包括美国的 就是在波士顿的长跑马拉松的时候 产生了一些爆炸 局部上行情稍有波动 但是整体上它的这个行情的这种变化 其实是并不大 所以我觉得 一要关注到这种行情有可能变 二呢 夹杂了日币的这些交叉盘全部都是比较复杂的 另外还有 给大家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 与日币相关的交叉盘都是比较复杂的 我把这张图也发给大家 其实这张图就是我们事后的布局 那上面有黄金的图形 就是我们在上周做的黄金的图形 我在这边也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黄金 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黄金 黄金的这个图形 我就在这边去画一个图形 调整 要求大家去来调整止损 但至少我觉得应该是去移动到损益两屏位置 这是最少的 我把这张图里发给大家 我们可以 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看到的是 关于美元 日币 关于黄金的这些交易当中的一些 它开始 这个行情开始跑了 就是发生反转之后 行情开始向下进行运行 缘对日币 缘对日币在震荡 纽币的震荡下行 整体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今天的内餐当中 欧帮的空单 纽约英帮的空单 还继续继续有 那在整体的热力图当中 我们注意到 热力图当中 澳币是最弱的一个货币 在今天的时候下跌了0.6% 这一周的下跌了1.7% 澳币是比较弱的 那么 与这相比的加币 也是比较弱的 我们看到 美元对加币上涨了1.53% 那实际上 每家上涨就加币下跌了 那在这些所有的货币里面 我们看到 跌幅比较大的 澳币跌的比较大 剩下的跌的1.59% 英镑跌的比较大 然后下来的时候 是1.53%的加币跌的比较大 然后欧元的跌的稍微小一些 那整体上来看 非常清楚 美元呈现出单边的强势 现在这个状况当中 美元单边的强 我觉得在这种状况当中 最好的交易就是选择 最好的交易就是我们选择在直盘货币当中交易 朱小费同学说 那个问的欧日 我觉得这些图形 你依据你在课堂上学的这些理论 去做一些判断 大型阴线内部去尝试的这些单 我觉得仓位控管好之后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你现在我要求你 就是有胆量去自己做一些单 你之前做单的这个胆量蛮大的 学了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应该逐渐去建立一些自己的自信力 这些自信力就是说 我们在课堂上去学到这些正确的东西 这些正确的看法呀 理念呀观点 你都可以拿到实践当中去用 我们在初级班 为什么好多投资人 我说你们上课的时候 要必须先从初级班开始 先从强化一级开始 就是要锻炼这种交易当中 敢于做决策这种执行层面上的这种工作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欧元兑美元 欧元区关注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上 选民超过九成通过 西班牙政府称其闹剧并不承认 这些我觉得市场的关注点 当然西班牙也是重要的国家 也是欧元区的一个重要国家 但是它的整个的影响力的 比起欧元区的其他几个大国 法德这些国家来说还是要弱一些 法德意大利相对来说弱一些 可大可小 真的是可大可小 但是绝非正面 这是对欧元有消极力量 整体上我觉得欧元并不乐观 这是我对欧元整体上的看法 并不乐观 欧元不可抄底 我建议大家逢高去做空欧元 这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 对欧元整体上的一个 交易的思路 就是高空欧元是我们对欧元整体上的交易思路 来看一下实战走势当中 欧元的状况 我们也在高位去做空了欧元 入场的位置在高位上下走 那目前的欧元有一些 这个底部有四小时上这些反转的这些意味 我们中间我觉得 可以把欧元逐渐去减少一些 逐渐去把欧元减少上一半的仓位 我觉得这个这个吞没状况有些不是那么特别理想的 这个状况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至少我觉得欧元可能会还会形成一些高位的这些高点 把这个仓位的进行 我觉得可以把欧元的仓位进行调整一下 我们把欧元中间的仓位调整到它的一半 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形并不是特别理想 把原来的两手变成一手 真的等行情再涨下 因为底下这个反转图形也是走的比较快和急的 稍作一些等待了 当然欧元的空头走势 我觉得仍然不变的 仍然是处在一个下行的空头走势当中 这是在上周破 那上周我们是挂单交易 破位做的 然后破下来就做下来 而且欧元还完成了一次知足互换 所以欧元走势 是技术面走势是相当清楚的 包括在这个位上形成那些支撑位 就在1.17的位上形成支撑 也是符合前期的这些密集成交区所在的位置 所以欧元还是相对是整体是高空的一个行情 目前减仓的时候规避一下 欧元有可能的就比较快速的反弹 如果出现反弹的 我还是会高位去做空欧元 这是我们对欧元的 这是我们对欧元的这个看法 这是看到的欧元 再往下看 那么英镑日线级别上 英镑的这个下跌趋势 我觉得仍然在就是仍然在往下走 只是英镑的这个下跌的速度是相对比较慢的 日线级别出现连续的这个阳线出现几个拉升 周级别看来本轮英镑的大涨可能实现实跌的底端 高位上上行盘整无力 步入比较明朗的这个下行盘整区间 周一汇价跳空低开 收中型的阴线 基本消化9月14号以来的全部的涨幅 测试下1.32 1.32 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 英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价位 就是1.32 这是英镑非常重要的节点价位 那很多朋友问了说 Kam老师英镑的1.32来源于哪里呢 你在一些周线图或者更远的图形上 你会看到1.32这个位置实际上 就是目前这些所在的位置 1.32所在的位置 实际上是英镑在之前走出一些巨大的价格的位置 所以1.32对于英镑来说 其实并不简单来说是一个白点关卡的位置 所以在这儿的英镑可能会走出一些反转 反复的这些复杂的行情 但是不管怎样 我对英镑整体上来说 目前的英镑还是一个高空的行情 就是分高做空英镑是我在交易当中的主要的交易的思路 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币 美元对日币每日上个月持续拉伸在1.11.50的上方 经过几次深度回调 但是最终起稳 上周回到建龙在田交易系统的内部 形成关键可以再次补偿 最近收获了200点的涨幅 其实美元对日币 就是这些直盘货币在美元走单边的时候 其实走的是非常单纯的走势 所以我觉得美元对日币仍然可以坚持我们原来这些交易的方法 从地去买入美元对日币 但是随着仓位一步一步的 随着这个位置一步一步的抬高 美元对日币的就接近到114 115这些大关卡的时候 美元对日币的中长线单了 可能会就是交易的机会会减少一些 我说的减少就是说 有一些日内交易的机会 但是不太会容易出现一些中长线的这些 这些中长线的交易机会 去进入到这个行情当中 澳币自触及8.1上方的高位之后 出现了周级别上的回撤 澳币再往下走 最高8.1现在在 在这个逐渐开始朝下走 周级别的回撤 上周的大型阴线消化了一个月 半月以来的这种大幅的上涨 日内公布利率皆易 短线下坡到7.8 是否有效下坡需要关注 澳币 我觉得这些目前的最新行情 无论怎样走吧 美元是一个主导的位置 美元还是占主导的位置 澳币在低位震荡 7.8.00在低位震荡 总体上而言这个行情当中 空头的力量还是比较强 我个人感觉澳币会走出一波 盘整下跌的一个走势 盘跌的一个走势 一步一步的盘跌向下走 那在这种样的运行行情当中 逢高去做空澳币 也是不错的选择 澳币 你注意澳币它是有它的特性的 这个特性是澳币在走的时候 它的这个乖离度是比较大的 它走不远 所以在入场的时候 一定要去找到这些交易当中的 就是上升上来的这些好点 然后再去交易 比如说我们在图形当中 是不是能够切到这些趋势线上 切到这些趋势线上 然后去做这些交易 去行情在 比如说这一步上来 走到7.8.20左右的位置 再去空它 我觉得可能会位置更好一些 不要贸然入场 首先在这个图形当中 你一定不要去做破位的空单 这是在中间最为重要的 因为破位的空单会在这里面 不太好 就像是我们看到澳币在之前的时候 就以前其实你看 刚刚破一点就回上去 然后在这又破一点又回上去 就是澳币走势的一个 一种特性 这是澳币走势的特性 这是我们看到的澳币 另外在 每家的图形当中 每家我们在上周说 已经进入到多头的走势当中 但是 每家不是做多的理想货币 其实 美元比较强 但是每家不是做空的理想货币 原油价格开始从高位回落 这倒是可以 倒是成为 每家可能会成为一个围绕着1.25 成为一些好行情 原油价格 我们在之前说 原油价格在52之上不去做多 现在又重回50的关卡 下破到50之下 就原油会出现新的波动 原油再往下走的时候 那个时候 每家就真正会成为明星货币 每家会成为明星货币 那目前 原油从高位回落 每家现在还没有产生明显的破位的行情 只是在中间 你注意每家这个图形 原油往下走的时候 每家走出了两波对应的上涨 一波两波上涨行情 这两波是对应的原油的这些下跌行情 与之原油下跌 每家上涨这两波行情 所以我们感受到在最近的时候 如果原油继续走这样的趋势 原油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运行 形成大型阳线 反转确认 就是最后一根大阳线 反转确认去测试前期的支柱互换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图形走得不太乐观了 就是这个图形在原油本身上面走得不太乐观 技术面上走得不太乐观 特别是如果它下破到50关卡之下的时候 这是前一波的高点 这是50.46的位置 现在报价是50.64 下破下来的时候 下破到50的关卡价位的时候 原油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空头走势的行情 那那个时候 每家的图形就会更加漂亮 每家就真的反转了 现在每家和原油不相同 每家已经站到了前期支柱互换的上币 我觉得每家 而且在一期木库云上已经穿越了这窄窄的云开始 所以我觉得每家 有可能会呈现出一个中长波段的这种反转行情 当然我们看到有投资人已经建立了 每家的投资人都非常好 日内交易逢低买入 我觉得每家也可以 原油如果一旦破位 每家的交易行情会更加 每家会更加的影响 我们看一下 中间还有 就是欧元对英镑的图形 92上方去做的欧元对英镑的图形 目前正在走底部的这种盘整的整理 我个人觉得手好有多少同学还有着欧棒的单呢 大家还有没有欧棒的单呢 我们正好有同学问到欧棒的单 我个人建议欧棒目前的状况呢 它在朝着最近几周的高点运行 从9月18号开始 我们看到围绕着0.8888 或者是0.8890左右的位置 这是欧元对英镑的一个盘整区间的高点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欧棒的是在往上走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先不去入场欧棒的加码单 稍做一些等待 看看能不能找到0.89上方的这些做空的空点 或者说一些反转确认之后的做空的空点 然后再做加码 第二单的加码一定是回调反转确认之后的加码单 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对英镑的图形 也是这个图形其实走的不错 下跌回调回调回调 然后走一个将来再下跌的可能性也很大 回调到3850位置上 高位的很高左空的空单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想象和期望的 这些交易的大 重要风险事件上我们看到 就是今天的澳币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数字 重要的数字 然后另外今天还有纽币 Global Dairy Trade Price Index 这是乳制品价格 乳制品价格 投资人如果关注纽币的话 我们有几位同学是特别喜欢就交易纽币的 新西兰的华姐 就是可以说在参加我们课程当时候 只做纽币 比较清淡 包括澡盘 我们看到 当然这也未必是中国假期的原因 未必是中国假期的原因 整体上行情走的波动并不大 好我们接下来的留一段时间给大家提问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在我们的领域群当中向我们提问 另外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我们扣水平经营教育学院取得联系得到第一手的交易的资讯 另外我们澳洲再去更换到下十字之后 更换到下令时之后了 我们欧洲盘的解盘从原来的6点到7点调整到了 从原来的7点到8点调整到了8点到9点 我们澳洲的同学 你们感觉是如何的 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 或者说跟我吧 发一些信息 我们私下来讨论一下 因为将来的时候还会涉及到 下十字结束之后的变时间 这些内容 当然我觉得这个时间的改编 应该对中国的同学应该是更加有利的 就是上课的事情 不知道你们自己怎么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同学的问题 小燕同学问到纽瑞 纽瑞的这个单 纽瑞到底是已经持上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建议大家纽瑞就继续持有 因为本身在交易当中 对纽瑞的这个看法 也是认为一个中长线的交易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走吧 就继续朝着 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走吧 当然也是继续持仓的意思 对纽瑞的意思 其他东西还有什么问题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开电脑快下课了 这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单呢 有同学问到 这个欧元对纽币的交易 欧纽的交易 我个人感觉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些货币 就是包括欧纽啊 就是变数比较大的一些货币 同学们一定要自己懂得怎么交易 然后再去做单 欧纽我觉得 欧纽的短线空单 我觉得并不特别合适 不太合适 在这里做短线的 控欧纽的这些交易 这是一个整档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其他东西 我们看到 有同学问到说 黄金现在可以做多吗 我觉得 黄金现在不太适合 在这个时间点上做 做多黄金 因为我们看到 黄金整体上 还是一个偏空的走势 趋势也并没有 并没有变 所以还是做空的一个格局 并不是做 做多的一个格局 就不要去这样去 多黄金不对的 欧元对日币的图形 我觉得欧元对日币 正是那种下跌行情当中 在走AB等于CD的那个结构 欧元在走AB等于CD的这个结构 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 来看一下 这个 等它再走到高一点的时候 然后粉高去往下空谈 这是我对它的看法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 我们有朋友问到说对人民币的看法 我觉得在这里不去特别多讲人民币 因为人民币在交易当中 我们也谈及得比较少 谈及人民币也谈及得比较少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暂时先不去谈及人民币 因为这个也是蛮敏感的一个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进行到这里 各位同学 祝大家节日愉快 有问题同学呢 还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向我提问 那明天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国节日 终究价节 祝大家交易顺利 有同学问到 刚才问到说美元对瑞士法郎 问美元对瑞士法郎回调到这个价位 现价近多的这个多单 我觉得美元对瑞士法郎是深度回调 盘整 这个图形要等到比较深的位置上 才合适交易 现在不太合适 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去 不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做交易 其他同学呢 还有有同学问到说澳币对加币的这个行情 限价可以做空吗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 大家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不太对 就是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都不太对 就是这种行情 我建议大家去学习一些交易系统 这样的话你有了交易系统之后 再去做这些行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交易的会会变得更加清晰了一些 不再像你之前的时候做交易的时候 这个行情的怎么说呢 就是那么的零散 这是我对他的看法 好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祝各位同学 节日愉快 谢谢大家